第四集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是主持人石穹林 1950年10月 中国人民志愿军复朝作战 拉开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战场之上 除了浴血奋战的将士之外 还有这么一批人 他们的武器不是枪炮 而是纸笔和相机 他们冒着枪林弹雨 深入到战争的第一线 将历史的瞬间 真实记录下来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孔凡根 就是这样一位摄影记者 在朝鲜战场 孔凡根拍下了 数百张珍贵的照片 那么这些照片的背后 又有着哪些 感人至深的故事呢 当全世界的新闻记者 都将目光聚焦朝鲜时 各国记者之间 又打响了怎样的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呢 这位正在翻看黑白底片的老人 叫孔凡根 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摄影记者 亲历了抗美援朝的很多重要时刻 1950年10月 去朝鲜 因为那时候 朝鲜正好是需要人的时候 这是1951年年底 孔凡根到达朝鲜 拍下的第一张照片 当时志愿军东部战线 发现了大量带有鼠疫 祸乱等多种细菌的苍蝇 跳蚤 这个情况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冬天发现虫子很奇怪的事情 特别是在雪地里头 那个细菌战很厉害的那个东西 因为日本人在中国 不执行细菌战吗 咱们受很大的伤亡 老百姓 那当时部队很紧张了 一天半夜 一位首长的警卫员 突然找到孔凡根 让他戴上相机 马上外出执行任务 跟着卫生部部长 吴志里 跟他一块去 抓起了一个飞行员 看看是不是他脱没脱细菌 他怕得要死 主要是怕杀他 但是他不承认 他脱是细菌战 尽管这一次的训问 没有获得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事实材料 但是志愿军全军上下都行动起来 开始了全面的防疫卫生运动 孔凡根也用他的相机 把这些场面一一记录下来 经过这次防疫卫生运动 志愿军驻地的卫生状况大大改善 在朝鲜战场上 英勇无畏的志愿军指战员 不但粉碎了敌人一次次炮火的进攻 同时还以高度的警惕性 识破了敌人的阴谋 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1952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 取得了秋季反季的重大胜利 敌人为了扭转其所处的被动局面 发动了以上甘岭地区为主要进攻目标的 精化攻势 向三八线以北再次推进 对志愿军15军防守的 武圣山前沿阵地发起进攻 妄图逼迫中朝在停战谈判桌上让步 战争刚刚打响时 孔凡根和所有人一样 都没有料想到战局的发展将会变得如此残酷 他抱着相机穿梭在上甘岭前线时 都经历了哪些险象还生的瞬间呢 上甘岭战役日渐激烈 孔凡根接到志愿军政治部传达的指示 我们不能打哑巴仗 要派记者到前线去报道 接到任务后 孔凡根和另外几位记者马上动身 前往上甘岭 本来几个小时的路程 他们却走了两天两夜 一路上死亡如影随形 到了十五军经过以后 我们就准备让这个十五军的领导解写情况 十五军那时候很紧张 哪还有工夫给你解写 给你几张小报纸 他们自己编的报纸 文字记者 他们当然如虎之宝 那我不行 我看着报纸有什么用 我必须得看着前线 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 孔凡根终于来到德山县的前线指挥所 正当他被一名战士带到防空洞 准备休息时 危险接踵而至 忽然看到第一个飞机来了 第一个飞机来了以后 从空中掉下这个小黑点 他因为高我看小黑点 我一看知道这是炸弹 我赶紧往防空洞里跑 他是正好一个人民军队的上尉 他往外走 我这时候把他拽着 把他嫩倒了 顾不过说话来了 把他拽倒了 这时候炸弹子响了 这半个炸开的弹壳 就是这次危险过后 孔凡根从战场上带回来的 敌机轰炸过后 防空洞已经坍塌 孔凡根的身边充斥着烟尘土石 他的军棉袋也被炸得露出了棉絮 人民军队的上尉 他当时就晕过去了以后 我用把他忍中的时间掐了下 因为我还懂得一点 这个忠仪的这个常识 他醒过来以后 慢慢地醒过来说 我成了他的救命男人 后来我们过了一两天 才拉着我照一张下 六个年 照下那个地点 就在我们当时那一站附近 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只是孔凡根遭遇的众多险境之一 他说支撑自己继续留在战场上的 就是那一个个舍生忘死的志愿军战士 他必须要记录下英雄们的事迹 那确实是感人 像这段例子很多的 好像是一个鹰部同学 腿大断了 电线大断了 他要接 没有力气接了以后 接不上不 他都断了 用牙咬之后 这个线 这个导电 用自己身体导电 传递上级的命令 1952年10月下旬 中国人民第二届富潮慰问团 来到上甘岭前线 当时正值上甘岭战役的关键时期 慰问团的到来 更加激发了志愿军将士们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激情 说明的话 我抗美援朝是肯定的 是租国 是肯定我们的功劳 是肯定我们 这个壮举 慰问团的 带东西了 像什么插钢的 上到西游最可能的人 香烟的糖果 在前线抽烟好像是挺需要的 我也抽烟过去 后来才挤掉 你说有时候很寂寞 慰问团送来的不仅是慰问品 更是祖国和亲人 对前方将士们的深情厚意 正是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 我们的志愿军将士越战越勇 最终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打赢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前线 孔凡根不仅目睹了战争的惨烈 还见证了胜利的到来 从1951年7月10日起 漫长的停战谈判就已经开始 但是双方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始终不能在军事分界线的划分 和交换战俘的问题上达成一致 1952年10月8日 美方谈判代表哈里逊 甚至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 直到1953年4月 中断了六个多页的停战谈判 才又重新恢复 这场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战争 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 在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 各国记者之间又都有过哪些交手呢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备受世界瞩目的一次国际性局部战争 这场战争的一个特点 它叫联合国际营 以中朝为首的就是东方阵营 这里边包括当时的什么苏联啊 东楼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 在记者队伍中 有两个人格外引人注意 一位是英国共产党机关报 工人日报的记者 另一位则是法国人道报和金晚报的记者 1951年8月 朝鲜停战谈判 在开城进行时 美军飞机对会场进行轰炸 而美方却百般抵赖 这两名记者和其他中外记者 联合发表声明 以目击者的身份 揭露美军飞机的罪行 对美军的谎言表示极大愤慨 谈判人 他用它是秘密进行的 知道的内容的人很少 大家主要是等着 谈出什么结果了 谈结果很慢 我愿意跟他们打电消息 因为我们需要放出一些消息 就通过他们 在长津湖战斗中 美联社的一位随军摄影记者 被志愿军俘虏 美联社便失去了他的消息 到了1951年的圣诞节前夕 就是上面提到的两位英国和法国的记者 悄悄告诉美联社的同行 之前被俘的美联社记者还活着 而且生活得还不错 那当他们他们很高兴 私下他们做了一个交易 活着 美联社说 能不能够帮帮我们的忙 让他拍一些照片给我们 这证明他 他还活着 阿兰他们同意 实际上级也经过批准的了 是吧 作为圣诞理由 一个拿了一个包裹来了 说是 这是给美联社那个 北附地记者 打开一看 实际上是赵向金 当时美国政客和军方散布大量谣言 污蔑中国人民志愿军 虐待和残杀西方战俘 而志愿军宽戴战俘的事实 却无法拥有说服力的材料 及时向世界进行宣传 如果让被俘的美联社记者 以战俘身份拍摄照片 再通过美联社发稿 那么美国官方既不敢轻易扣押 也更容易被西方读者所信服 美联社那个北附地记者 拍了一些美国福罗的 福罗营里的活动 就悄悄地又给了 经过慢慢地 交给了这个美联社的记者 美联社记者一发表 福罗营的照片 在美国震动很大 家属子要求 谈判赶紧结束 放我们家人回来 因为好多人都看到自己的 丈夫回着时 孩子还活着的话 这对美国压力还是不小的 1953年6月8日 谈判双方终于签订 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 1953年7月27日 孔帆根终生难忘 当天一大早 他就接到上级通知 敌我双方将在上午时时 签订停战协定 为了拍摄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孔帆根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 事前准备 我都把最好的器材 照相机 是格拉菲克 美国的新闻印象 我也带上了 而且还把 这个底片 这个底片它叫 一抽一张的 非常快 比交角要快点多 上午十点整 孔帆根按下快门 拍下了这来之不易的历史瞬间 随后 这些照片被马不停蹄地 送往北京 代表团时间都准备好 准备好几步车 拍完了以后 几步车 马上都送到 管理 直接的 都送到 安东 现在叫 现在叫丹东 再上 上这个火车 所以还是比较快的 1953年7月28日 全国各大报刊 都刊登了朝鲜停战的新闻 就在停战协定签订后 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 终于宣告结束 志愿军取得了抗美援朝的最终胜利 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 中国人民在这行战争中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和代价 但是中国人民取得了这行战争的伟大胜利 达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目的 在异国的战场上 将士们奋不顾身 在祖国的大后方 百姓们则举全国之力之源 此外 像孔凡根一样的记者 还有文艺工作者们 同样也以自己手中的武器 为抗美援朝奔走呼号 这场战争 打出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这就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 英勇顽强 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不畏艰难困苦 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 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 和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